嗯 你的理解还可以 不过 我要告诉你 也是要强调的 刺客的真谛不是三个 只有一个 那就是一击 这数魔神的修为远逊于我 我想杀他有各种方法 甚至完全不需要消耗50%的力量 为什么我要全力以赴 不惜大幅度消耗自身 而只用一击 你好好想想 这不只是刺客的真谛 也是刺客真正应该掌握的习惯 刺客的攻击 永远不能有第二次 否则就是失败 树永霄说的不多 可就是这简短的几句话 在彩儿心中 已经是打开了一扇 通往刺客巅峰的大门 树永霄的目光 向空中悬浮在战场中央的龙浩城看去 眼神中略微出现了些许的变化 他一定是发现了我的攻击 否则他不会对树魔神的领域视而不见 可是他又怎么发现的呢 超过了20万人的巨大战场 那是瞬息万变 就在树永霄击杀树魔神的同时 龙浩城也动了 一团碧绿色的光芒在他胸口处亮起 紧接着那绿光就在这漆黑的夜空中 化作一道醒目的光柱 指本树魔神的魔神柱射去 碧绿色的光芒在空中划出一道璀璨的光 笔直地落在了魔神柱上 顿时 先前还张牙舞爪化作巨大树人的魔神柱 瞬间一将 紧接着 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地枯萎着 闭光持续了三秒 光芒消失的一瞬间 龙浩城身上瞬间闪过了一层碧绿的光晕 龙浩城虚空中一步跨出 额头上紫金色的光纹闪烁 一掌就排在了这魔神柱的顶端 震撼整个战场的一幕出现了 树魔神的魔神柱 剧烈地颤抖起来 紧接着 一道的裂痕 开始出现在本体之伤 本来是 黑夜之中 这些裂痕是不应该明显的 但是 他们却散发着紫金色的光晕 不得不让人关注 轰然巨响之中 魔神柱化作了无数碎片 四散纷飞 龙浩城 依旧奥立于天空之中 一道巨大的乳白色审判之光 也在同一时间爆发 衬托着他傲然的身形 与那神秘而恐怖的永恒 与创造着神印王座 将守护在魔神柱正下方的 数百名数魔神亲尾 全部的审判 这已经是毁灭在龙浩城他们手中的 第三根魔神柱了 浩月未出 但龙浩城却拥有着他的毁灭之力 战场上最重要的就是军心了 在魔神柱陨落 魔神柱被毁的时候 魔族20万大军的军心就已经被破了 远处 尖刀军团趁着夜色翘然的眼纱而来 最多只需要十分钟 第一轮密集的魔法轰击 便会落在魔族大军的核心地带 而魔族的魔法师们 在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的威压下 却始终无法成剑制的进行反击 更不能锁定空中这些九阶强者 刚才那能力我处装好了 夜小泪的声音在龙浩城的耳边响起 紧接着胸口出绿光一闪 一个小巧的身影从光芒中钻了出来 落在他的肩头上 三寸之高 精致小巧的宛若翡翠雕琢而成 柔和的生命气息并不强烈 但一双墨绿色的大眼睛中 却是充满了智慧的光彩 这就是现代的夜小泪 也是龙浩城的智慧灵卢 光元素精灵化为了光之精灵王 但他却拥有了一个崭新的神之精灵 你可以储存技能 人家是智慧灵卢 当然是最强大的了 我不只是可以储存一切自然属性的技能 而且还可以借助你的力量 催生他们进化呀 以后你会越来越知道 我对你的帮助有多么的巨大了 譬如你那掌管生命进程的领域计 就可以大幅度的进化哦 就连永恒与创造之神音王座的能力 与我相合的一部分 也会在我的作用下进化 等以后有机会 我一定也给你找一个合适的身体 我还是喜欢原来人类形态的你 你这样跟着我 太委屈了 谢谢你的好意 但是你不明白的 我当初生活在梦幻天堂之中 虽然很快乐 但却极为缺乏安全感 跟着你我很开心 不要赶我走 如果我真的想离开你 也不需要你帮什么 当一道巨大的金色光剑横斩千米 将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一批中高阶 地狱魔族魔法师全部的斩杀后 魔族大军终于是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倒了 开始打溃败 尖刀军团此时已经赶到 真的像是一柄尖刀般从后方插住 在拥有智慧与精神之神隐王族的张芳芳率领下 全力的攻击 龙好尘依旧在空中统一全局 而光之沉吸力魔团的众人 以及永恒英雄们 则是全部的将攻击放在了魔族逃脱的路线上 尽可能的凭借着他们强大的攻击 收拢着魔族想要四散的败军 同时延缓他们逃走的速度 这二十万魔族大军都是魔族的精锐 尽可能的将他们留在这里 对魔族必然是巨大的打击 尤其是在这二十万魔族大军中 主力乃是恶魔族和雄魔族 这两大强占种族在正常的战场上 会给人类带来多么巨大的灾难呢 这一战看似龙好尘他们胜得轻松 可实际上他们出动了多少强者呢 接近三十位九阶强者 领域强者就超过了二十 这样一支力量就算是魔神皇 也必须要谨慎对待 更何况只有这一名魔神率领的魔族大军呢 当然了 这一支魔族大军也完全没有发挥出 他们的战斗力 如果不是侦察失败 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反应 肯要击溃他们人类也要花费不少的代价 从黑夜杀到了白天 尖刀军团追击近三百里 最终尖敌超过了十五万 也只有数万的魔族惨军得以逃脱 在人类强者中 杀戮最多的并非是主攻的魔法师林心 而是雅庭 新火流星雨 虽然覆盖的范围最大 但架不住雅庭的杀戮速度快呀 他那王者之间领域 在魔族大军中是所向披靡 没有任何一名魔族能够挡住他的攻击 百米长的巨舰 在混乱的魔族大军中横扫一圈 那就是数百的伤亡啊 这一战下来 恐怕雅庭直接杀上的敌人就超过了一万 见过许多大世面的永恒英雄们 也是不禁为之侧目 雅庭能力特殊 修为又强 加上是精灵族 所以呢 并没有永恒英雄选择他进行传承 但他展现出的杀伤力 和近乎无穷无尽的灵力后续 都是极大的震撼了 这些永恒强者们 相对来说 永恒英雄们几乎是没有权力出手 他们更多的是辅助光之臣心理梦团众人 把光正的形象给了这些年轻人 这也是永恒英雄们老道的地方 战场上的情况谁说的好呢 如果敌人出现援军 援军又足够强大 他们保留足够的实力 便能够充分的应变 可以说这是人类对抗魔族史无前例的大胜 过往的六千多年中 圣殿联盟当然也能够在一些局部获得胜利 但是为了预防魔族全力以赴的报复 在与魔族的战争中 人类不但主动出击的次数少 一旦魔族退走也不会过于追击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永恒英雄们加入 以及魔族毁灭了两只称号级立马团 召集了五十多名魔神 准备发起全力进攻 联邦自然不再需要收敛半分 尽可能的打击魔族 更是尖刀军团的目标 打到魔神皇也觉着痛 他们才能够完全的吸引魔族大军主力 并且达到最终将决战之所 带到羽龙关的目的 持续了整整一夜的大战 就算是职业者也会感到疲惫 董好臣命令尖刀军团 在一片魔族境内的密林中休息 同时让后面负责看护马匹的韩宇 率领守军队将马匹全部的带过来 同时召集光之陈西 以及永恒英雄们开会 精致的羊皮地图 在深浅探开 龙好臣就那么蹲在地上 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 之前这一战我们几乎歼灭了魔族驻守在御龙关外的全部主力 火军在足够的牧师治疗下损伤不大 继续向东行进 我们就将进入魔族的萨摩行程 萨摩族在魔族中是一个比较弱小的种族 除了奈严寒之外 他们几乎没有太强的战斗力 在以前的战争之中 都是充当为御龙关外驻守的魔族 运送物资的任务 韩宇 御龙关那边 消息传过去了吗 第一世界已经将我们胜利的消息传回去 御龙关应该很快就会派人过来打造战场 手脚战力品 魔族这边的粮仓储备相当不好 尤其是各族海鲜类的食物 保存都很不错 萨摩行程 是魔族领地内距离中央行程最远的一处行程 魔神皇 除非是率领他的逆天魔龙族 加上所有魔神第一时间赶来 否则的话 从中央行程率领大军到我们这边 最少也要二十天 突破了御龙关外的守军 至少附近五六个魔族行程 全部暴露在我们的面前 防御力量极其有限 现在我们最怕的是 魔神皇不顾一切率领大军 直接攻击距离中央行程 最近的东南要塞和万首关 所以 我们一定要引起魔神皇的重视 说为魔族第一柱魔神 其他魔神柱的破损 魔神皇一定是能够感觉得到的 而在联邦之中 只有我的力量能够破坏魔神柱 因此我相信魔神皇感受到 数魔神的死亡后 就能明确地知道 活在御龙关这边 但这边魔族军队完全崩溃 想要将具体战况传达回去 至少也要五天 这还是最快估计 那加上赶来需要二十天 所以我们现在的时间十分充裕 在这充裕的时间内 我们就要尽可能地 让魔神皇多知道我们的行动 小龙 那你打算怎么做 屠杀临近几个行程的魔族 不 大屠杀有伤天和 而且魔族之中 其实真正纯粹的魔族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我曾经接触过魔族的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是人魔混血而组成的 他们暗中反抗魔神皇 并且积聚了一部分的力量 而且我还听说这个组织的首脑 是魔族中一位十分重要的魔神 这份力量或许不足以影响到整个战局 但如果能够拉拢他们相助 我们胜利的把握也就大一些 如果贸然开大屠杀 必然会让这个组织不敢与我们接触 也会生起同仇敌忾之心 会不会与虎谋疲 应该不会 这个组织最终的目的 其实更愿意融入我们人类 我接触过的那个成员跟我说过 如果最终人类击溃了魔族 他们只是希望 能够留给他们这些人魔混血而 一片可以自制的地盘 不用太大 然后在与人类的交往中 逐渐被人类同化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战争是残酷的 就算不展开大屠杀 我们也一定要针对魔族主力进行攻击 而想要在短时间内 给予魔族足够程度的重创 那么我们就需要分兵了 你们看 一边说着 他右手在地图上连点了几项 都是在附近的一些魔族行省首府的位置 魔族各族最强力量 也是最重要的资源都聚集在首府 而魔族一向是外强中干 外部防御力量强大 而真正内部的力量 却相对空虚 魔神皇不是将大量魔神都戳掉走了吗 我们就趁这个机会 来摧毁他们的根基 因此 我将攻击目标定在距离御龙关最近的 这六个魔族行省首府 击杀这些行省首府中的魔族主力 并且进行一定的破坏 我们不需要杀戮太多 但要将这些首府积蓄的资源 掠夺或者是破坏 就足以让魔神皇焦头烂额了 魔族一共有二十四个行省 北方这六个行省就占据了四分之一 按照魔族的特性 他们的资源大多都聚集在每个行省的首府 如果计划成功 魔神皇就很难直接东南要塞和万寿关了 他必须要考虑进攻联邦的同时 后方不稳的因素 那就这样吧 等修正完毕之后 我们就兵分六路 深入魔族进行作战 六祖要相互保持密切的联系 一旦发现那一座行省 有留守的魔神 第一时间通知我 我会尽快赶过去摧毁其魔神柱 相比于资源 魔神柱更是魔族根本之中的根本 也是魔族存在的基础 现在最怕的就是魔神皇不顾一切的孤注一掷 如果他不理会我们的行动 一就要摔大军攻击万寿关或者东南要塞 并且以此作为突破口 深入咱们联邦内部进行烧杀抢掠 我们也将十分被动 关键是联邦的资源要比魔族丰富得多 我们能抢 他们也一样可以 你担心的这个问题我认真考虑过 是有可能发生 毕竟魔神皇想要带领大军赶过来 需要足够的时间 因此 我估计魔神皇最大的可能性 应该 就是兵分两路吧 怎么个兵分两路 魔神皇欲除我而后快 我们呢 又在北方搅风搅雨的 他必定不会放过对付我们的机会 因此 我估计 他很可能会率领一批最强的魔族 在最短的时间内 赶来与我们决战 这批魔族很可能就是他调集的 54名魔神中的一部分 以及逆天魔龙族 月魔族 星魔族的一部分 魔神皇对自身的实力 有着绝对的自信 因此 他不会带太多的魔族强者 过来 总数量甚至可能不超过一千人 而事实上 正常情况下有这样的力量 也足以战胜我们了 因为魔神皇并不清楚 有众位先祖的加入 兵分两路的另一边 魔神皇的攻击目标 锁定东南要塞的可能性最大 魔族或许已经探知到了 我们在调兵潜降 但对于我们联邦内部的一些重要部署 他知道的不可能太准确 必定会认为 战时圣殿所在的东南要塞 仍旧是最弱的一处 却并不知道 我们已经将六大圣殿的职业进行平均 而且在出发之前 我们还安排了刺客圣殿的部分力量 分别增援到了万寿关和东南要塞 魔神皇这次调集的大军数量恐怖 也会留下至少二十位魔神负责指挥大军 如果他们直扑东南要塞 确实对我们是巨大的威胁 但是东南要塞也不是那么好拿捏的 上次胜战之后各大要塞都加强了防御 同时一旦探知清楚魔族大军的具体动向 距离东南要塞最近的万寿关和嘉陵关 也会在第一时间派出支援 最重要的是 现在各大要塞都有九位先祖作证 一旦哪一座要塞受到了攻击 以先祖们的实力 在一到三天内都能够赶到所在的要塞 集中四十多位先祖的力量 就算敌军强大 又有二十多位魔神率领 但想要攻破我们的雄关 也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 甚至他们还有可能吃上大灰 听了龙好臣的分析 众人都不禁为之动容 萧霍的脸上无法产生表情 但眼神中的那份欣赏和赞叹 却是很清晰地流露了出来 亲众来想 小龙如此年轻就能够成为联邦的第一人 果然非幸运所知 他不但修炼方面既有天赋 心思更是沉稳细致 有辞子掌控联邦大局 这一次与魔族决战的获胜 也就大得多 龙好臣的猜测 与他心中所想完全一样 他也就不再多言 只是默默地看着龙好臣 进行布置 战略战术确定 接下来就是分兵了 尖刀军团 分兵六路 分别有龙好臣 彩儿 陈英尔 王元元 韩宇和张芳芳同帅 每一支大军分别有三位永恒英雄坐镇 司马先跟随陈英尔一组 林信泽是跟随王元元一组 段一和韩宇一组 杨文昭跟随张芳芳一组 雅廷跟随彩儿一组 兵分六路 同时出发 龙好臣负责的 是目标六座行省中 最中央的一处 这样 也便于他能够在第一时间 赶往其他出现 魔神的行省 破坏魔神柱 龙好臣这一组 虽然没有伙伴们跟随 但他实力最强 又有销火辅助 整体实力 绝不在其他五组之下 原本只有万余人的尖刀军团 化整为灵后 变得更加的灵变 就像是真正的六并尖刀 直插魔族北方腹地 圣殿联邦 与魔族之间这场 关乎存亡的博弈 终于是前面的展开 魔族魔皇宫中 魔神皇的脸色 十分的难堪 说魔神不松死了 他的魔神柱也被破坏了 就在树魔神的魔神柱 被摧毁的第一时间 他便感觉到了 这已经是 孙悔的第三根魔神柱了 下面密密麻麻的 站着数十名魔族 每一个都有着强大的气息 他们正是 魔族的根本 也是魔族最强大的一群存在 魔神 只不过呢 这些在魔族中 全部都是雄把一方的强大存在 此时连大气也不敢传 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那 甚至敢抬起头来 看魔神皇的 也只有前排的少数几位 树魔神死了 他负责留守 玉龙关 魔神柱被摧毁 无疑 也就意味着 龙好臣出手了 陛下 我也就吩咐下去 尽快获取那边的准确情报 只是京城距离 萨摩星手太远 最快要三天 才能有准确的消息传来 玉魔神阿加雷斯 极为恭敬 他很清楚 魔神皇最急于得知的是 破坏魔神柱的奥斯丁格里芬 还是龙好臣 如果是龙好臣凭借部分 奥斯丁格里芬的血脉力量 进行破坏 那么问题相对小一些 但如果是奥斯丁格里芬 没有死 那么问题就大了 魔神皇目光依旧阴冷 魔神死去 他不会感到心疼 还可以重新培养 但是魔神主那才是魔族真正的根本呢 就像是撑起魔族这座大厦的框架 已经有三根魔神主被毁 看似数量不多 但如果持续下去呢 十年 二十年的时间 又会有多少的魔神主被毁 魔神皇的目光 偷在了月魔神身边的新魔神身上 瓦莎克 受到消息后 我第一时间使用了预言术 只是针对奥斯丁格里芬是否出现 应该是准确的 机会魔神住的应该是龙浩尘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受到了 他身上出现生命气息 并不像生命预言中那样 是亡灵之体 这样反而是对的 龙浩尘就走了叶小泪 叶小泪乃是自然女神留下的分身 可以说是大陆上生命力最强的存在 有他在 说不定龙浩尘的心脏真有恢复的可能 至少 他也会带给龙浩尘很强的生命气息 哦 就来如此 那就难怪了 陛下 那我们是否还按照原计划进行 已经准备好了吗 最多三天 大军就能整顿完毕 虽然数量不能和上一次盛产相比 但这次整合的百万大军 都是各族精锐 有陛下的率领 必定能够视如破竹 好 一切暂时按计划进行 阿加雷斯 三天内 我要得到来自北方的准确消息 是 都算了吧 你们各自做好准备 魔神皇站起身子 大笑一挥 转身向着魔皇宫的后边走去 站在他身边的阿宝赶紧跟上 只是再一次听到龙好称的名字后 阿宝的拳头不禁再次钻紧 魔神皇一走 在场的一种魔神们 顿时放松下来 脸色也不再像之前那么紧绷 相熟的魔神们彼此打着招呼 就出了魔神宫 新魔神瓦莎克 自然是跟月魔神阿加雷斯 走在一起 两大魔神 换步出了魔皇宫 脸上的神色 却是显得有些凝重 三弟 你怎么看 一边走着 阿加雷斯 向着身边的瓦莎克问着 虽然这是在魔都中 但两个人的交谈 依旧是传音 以他们的修为 就算是魔神皇 也无法偷听到他们的谈话 瓦莎克 眉头紧锁 轻轻地摇了摇头 阿加雷斯 跟他太熟悉了 看到他这样的表情 不仅是心中一惊 难道你不看好 我们这次大军的行动吗 人类的整体实力 和我们还是有着根本性的差距 陛下这次更是下定了决心 难道还不能叫人类击溃 二哥 还记得我当初为了 龙浩尘和奥森迪克里芬 进行的大约束后 说过什么吗 龙浩尘的存在 已经完全威胁到了 我族的统治 而那次 也是唯一的机会 你是说现在的龙浩尘 已经成了气候 根据北方传回来的消息 龙浩尘很可能已经获取了 骑士圣殿六大神烟王座之首 永恒与创造之神烟王座的认可 而这张神烟王座 在六千多年来 曾未有过一个主人 自从他降临之后 在人类中 一直只是象征性的作用而已 这就足以证明很多问题了 而且拥有他的 还是龙浩尘 不仅如此 我怀疑奥斯丁格里芬 并没有死 龙浩尘能够 以这种形式活过来 奥斯丁格里芬 为什么不能 奥斯丁格里芬 既然能够转生 他的生命力 必定是极为强大 而且根据我对血气的研究 如果血气结束的话 就算主方活着 血气的力量 也会逐渐减弱 而龙浩尘能够凭借 奥斯丁格里芬的血脉之力 击毁数魔神不松的魔神柱 他的血脉力量会弱吗 而且 我在这次的预言术中 还感受到了 龙浩尘身边 有着强大力量的辅助 三弟 刚才在陛下面前 你为什么不说 我为什么要说 就算我说了 陛下能相信吗 当着那么多魔神的面 说不定他还会怪我 动摇军心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不想再死一次 说到了这里 他眼底寒光闪烁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约莫神 阿加雷斯也沉默了 轻轻地拍了拍 瓦莎克的肩头 三弟 回去好好休息 说不定我们 不日即将启程 二哥呀 二哥 你真的以为我 什么都不知道吗 如果不是你为了我 用力地甩甩头 瓦莎克再次长叹一声 转势而去 在离开的过程中 原地始终有着思索之色 岳莫神阿加雷斯 直接返回到了自己的岳莫宫 回到后面秦宫中 阿加雷斯坐在自己 平时最喜欢的王座上 闭上了双眼 似乎是在默默地思索 足足一刻中的功夫 他像是决定了什么一弯 猛然起身 来到书柜前 从书柜中间的一层 拉出了一本不起眼的书 顿时书柜发出了轻微的喳喳声 缓缓地向左侧移开 声音很小 只是有着十几秒的功夫 一个门户出现在书柜的后方 当他走进门户之后 书柜又自行地闭合 那本被抽搐的书 也是回到了原位 淡淡的紫光 从阿加雷斯的身上亮起 照亮了周围漆黑的涌道 一直向内走进了十几米后 又下了一层阶梯 这才是有了光亮 谁 是我 形势如何 形势很微妙 现在还不好说 不过根据瓦沙克所言 这一次摩尘皇的行动 未必能够成功 瓦沙克强调 下次针对龙好尘和他那 光之沉吸猎魔团的计划 是唯一的机会 龙好尘还活着 就意味着那次机会 已经失去了 也就是说 莫族很有可能 真的要走下坡路了 瓦沙克的话可信吗 应该可信 当初他就是这么说的 而且瓦沙克 一直以来 跟我感情都很好 我试着怀疑 他已经知道了些什么 我要找个机会 和他好好谈谈才行 那我们该怎么办 按照磨手皇本来的计划 这次集结大军之后 将直接挥视袭进 或距离我们 魔独形成最近的东南要塞 然后一直向西 渗入人类圣殿联邦腹地 直接杀到圣城 逼迫圣殿联邦 在圣城与我们决战 到时候龙好尘必然也回来 比其功于一 在圣城彻底将人类打残 同时利用这次圣战的机会 在人类世界大肆劫掠 不但要劫掠财物 同时要积略大量的人口回来 让人类几千年来 积蓄的底蕴被抽空 然后并不毁灭人类 在抽光了人类情话之后 再撤回来 当然 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 必定要将为首的 一些人类强者杀死 这里被他放在第一位的 就是龙好尘 这确实是一个 好办法简单直接 以阳谋和绝对的势力 压制人类 难道魔神方听说了 属魔神阵亡之后 要改变主意 至少目前他还没有改变主意的意思 这个办法 确实是对魔族最有利的 你知道阿加雷斯 为什么要召集 五十多位魔神 在魔族集中吗 而且让他们全部携带着 自己的魔神柱 不是为了集中力量 对圣殿联邦发动圣战吗 别人不清楚 难道我还不知道 魔神皇这是对龙好尘的一种畏惧 他现在最怕的 其实是龙好尘 带领他的光之尘息猎魔团 伸入魔族内部 专门找我们这些魔神下手 那样的话 就是防不受防了 魔神皇跟我说过 龙好尘现在的实力很强 以他的修为 能够说出很强二字 恐怕龙好尘现在的修为 就不是普通魔神 所能对抗的了 所以他才将大部分魔神 召集在一起 避免被龙好尘各个击破 同时也可以集中力量 发动战争 魔神皇的计策 不可谓不抽象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送信给龙好尘 不 再等等 我已经决定了 这次圣战 也是我们的一次重要机遇 但就算和龙好尘进行沟通 也要等我们有了准确消息再说 这一次 绝不能再出现半分差错了 等有了准确消息后 你亲自走一趟 嗯 扑持一声闷响 巨大的魔神主瞬间破裂 化作了无数的碎片 在空中飞扬 龙好尘悬浮在半空之中 永恒之楷所化的 巨大白色双翼展开 并他看上去 就像是从天而降的天神一般 就在那魔神主下方 一名魔神 已经完全地失去了生命气息 而他的魔神经河 就在龙好尘的手中 北方六个行程的战斗 也接近尾声 兵分六路的尖刀军团 索相披靡 魔族北方六大行程的首都 全被毫无悬念的攻破掉 其中 龙好尘他们找到了两名魔神 全部的死在龙好尘手中 连他们的魔神主也被击溃 至此魔族七十二种魔神中 被破坏的魔神主 已经达到了五根之多 夏老 这城内的情况如何呀 一切都很顺利 在我们过来之前 彩儿他们 已经将这边的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 物资 全部被魔法师 移除戒指鞋带走了 这根魔神主也毁掉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按照时间推算 无论怎么说 魔神皇都应该已经得到准确的消息了 他也应该有此行动了 我们先集中兵力在一起 向南在突破一座行程之后 就要跟魔神皇玩捉迷藏了 什么 看着面前的月魔神阿加雷斯 魔神皇怒气勃发 猛然站起身子 在房间中来回的踱步 阿加雷斯恭敬地站在一旁 垂手而立 看着焦躁中的魔神皇 他心中微动 但表面上却没有任何的表示 足足走了五分钟 魔神皇这才是停下脚步 双眼为蜜 眼中的怒火 也是渐渐地熄灭 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欣赏之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